在随后的三个月里 始源天尊先后施展诸天血阵推演术 在六到九天仙界全部推演了一遍 但发现没有凶手后 二人便直接撕裂仙界结界 抵达五天仙界 而在两人抵达五天仙界前 已经命令上万神兵分别前往九大仙界 庇护众仙安危 当始源天尊在五天仙界 施展诸天血阵推演术时 轩辕柔五人 已经抵达一天仙界极北之地 屹立于冰川之上的混沌戒塔之下 轩辕柔看着轩辕浩空四人 待我破除磁塔禁止后 便可启动传送阵 届时我们十个月后 便可抵达混沌仙界 抵达混沌仙界后 我们便可安心修炼 姐 混沌仙界和鸿蒙九大仙界 有何不同 有两点不同 第一是辽阔 混沌仙界辽阔程度 几乎接近于鸿蒙九大仙界 只要我们躲在里面 就算始源天尊 混沌天尊 也无法用神识寻找到我们 因为天尊的神识 可以笼罩方圆六万亿仙里 而混沌仙界之辽阔 达到了方圆三十万亿仙里 第二 则是大 混沌仙界的人类 是混沌巨人的后裔 在混沌仙界中 刚出生的婴儿便有三丈之巨 成年人可以到达百丈 个别的可以达到二百丈 他们体内流淌着混沌巨人的血液 天生力大无穷 他们除了和我们一样修炼外 血脉中还蕴含着两种神通 其一是混沌神力传承 一旦开启 可视自己实力暴增十倍 其二是混沌血脉 若开启混沌血脉 他们会变得极为弑血 力量会在神力传承的基础上 速度暴增三倍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 混沌仙界的整体实力 要比鸿蒙九大仙界强大 此外 混沌仙帝的实力 我未必会是其对手 因为混沌仙界的晋升制度 和如今鸿蒙九大仙界不同 在混沌仙界中 他们推崇暴力 推崇无以伦比的实力 不是说父亲是仙帝 儿子便会是下人仙帝 混沌仙界中 每隔万年便会有一次仙帝之争 谁能挑战仙帝胜出 谁便会取而代之 同样 若挑战仙帝以失败告终 那么依照挑战规矩 失败者 当以挑衅先帝威严而处死 还有 混沌仙界中的仙人 仇视我们这样的人类 在他们看来 身居混沌巨人血脉的他们 才是诸天万界的主宰者 在谭云昔日还未陨落前 他凭借鸿蒙霸体 震慑着混沌至尊 告诉混沌巨人的后裔们 我们身高七尺的人类 不比他们弱 好了 你们稍等 我这就开启混沌界塔 轩原柔不想提及谭云 于是果断转移话题 轩原好空四人 虽然想听谭云的故事 但见轩原柔不说 他们也值得拾去的不再询问 不过他们也已经清楚 这混沌仙界 绝对是卧狐藏龙之地 而且若非被逼无奈 轩原柔雅根就不想 进入混沌仙界 众人点头表示明白后 轩原柔耗时一个时辰 打开了混沌界塔禁止 带着四人步入其中 大伯 你们进入戒子时空神殿内吧 抵达混沌仙界后 我会快速带着你们 找个无人的地方修炼 好 轩原好空四人应声 随即钻入轩原柔耳中 戒子时空神殿之内 轩原柔便以极品仙石 开启巨型传送阵 无人便消失于混沌界塔之中 距离谭云进入混沌界塔 已经过了十个月 此时并不知混沌天尊 始原天尊 带领上万神兵 抵达鸿蒙九大仙界的谭云 刚刚抵达混沌仙界 身处一座气势恢弘的 时空殿内 还不等谭云等人 观察四周景象 一声沉喝便自时空殿内乍响 来者何人 谁让你们来我混沌仙界 几人寻声望去 只见一名大地境石阶的 百丈巨人正服侍自己 谭云清楚 时空殿建立在混沌仙城 可不能惊动了 时空殿外的仙人 谭云嘴角勾起一抹邪魅笑容 随即施掌鸿蒙神童 那百丈巨人顿时神色呆滞 忘记你所看到的 是 百丈巨人隐身之际 谭云控制体型 暴涨至百丈之巨 看向沈苏冰等人 我的体型可以自由变换 他们看不出我的身份 你们先进入灵霄神塔 若有需要 我会叫你们 齐尾七子 在叮嘱谭云多加小心之后 便飞入灵霄神塔之中 谭云又向众人传音 你们不用担心我 以我大地境四界修为 混沌仙界 很难有人能杀得了我 说吧 谭云又看向百丈巨人 如今的混沌仙帝 可是混沌至尊的族人 是 当今混沌仙帝适合实力 叫什么 混沌仙帝大人 叫掌孙虎 如今是大地境十二界 是我混沌仙界中最强之人 如今掌孙一族所有族人 身在何处 在混沌仙府吗 如今掌孙一族 没有在混沌仙府 他们在混沌仙城东方 三百亿仙里外的掌孙仙城 掌孙仙城之内 可都是掌孙一族的人 是 那族人有多少 九千多万人 好 非常好 谭云此时并没有十足把握 击杀混沌仙帝 于是 他决定暂且折服一段时日 待实力大增后再出手 打定了主意 谭云便气定神仙 走在混沌仙城 擦身而过的那些巨人 没有人怀疑他的身份 在日落西山时 谭云走出了混沌仙城 而在离开城门时 已明明高达百丈的巨人仙兵 眼中对谭云都充满了敬畏之色 强者在混沌仙界 可是格外受到尊重 原因只有一个 因为谁都不清楚 谁会是下一任混沌仙帝 倘若对强者不敬 万一那强者将来挑战先帝成功 成为新的混沌先帝 届时不禁自己要死 家人族人一样也会跟着遭殃 感谢观看